在本集设计家中 我们将和民警一起拜访 这间充满文艺品味的低色精品宅 如果不说 其实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收纳的柜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金色块状当中 它其实是门片可以打开 抓住眼球的艺术视觉层次 LED背光的酒柜 当酒放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被这种很柔和的光线去包围跟造神 然后同时也产生一个很特殊的视觉焦点感 KTV空间的气氛营造 我觉得很重要 还有你帮它设置这个环状的灯带 如果当你的音乐播放节奏很强烈的时候 它就跟着节奏一起变得很快 令人惊艳的主域食材堆叠 我觉得在主域空间里 你真的把奢华度玩到了一个最极致 但我看来我觉得它是有这种奢华精品感 欢迎收看设计家TV 我们将呈现给您 位于都会中心的精品美感住宅 嗨 民警 欢迎光临 张凯 我很期待看你新作品 谢谢 请进 这一次果然又玩了很多大胆的线条搭配 还有分割 是的 要给民警很多很多的惊喜 CK 你的作品是那种让人一眼看过就难忘 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设计 那这一次我好期待看你的全新作品 先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屋主 它是一对夫妻党 然后当初我们接到在案子的时候 它是一个毛肥房的状态 这个空间大概将近有快80坪 那它现有的格局是一个三房两厅的一个空间的分布状态 当然他们还多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个房间的设定 先卖个关子 到时候再跟民警一一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CK 你的意思是说 有另外两个神秘空间 现在还不先帮我们讲吗 先卖个小关子 好 那等一下我们一路讲 一路揭开谜底 OK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80坪豪宅的宫领域空间当中 放眼望去会发现 哇 三面立墙 各有各的精彩 我们先从沙发背墙讲起好了 它是一个整个空间当中的主画作 像是艺术品一样 是 我们希望它看起来很像 蒙德里安的一个几何分割的艺术画作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 如果不说 其实你不会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收纳的柜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金色块状当中 它其实是门片可以打开 我可能很多杂乱的东西可以收到柜子里 那如果我常常出国旅行 漂亮的东西我可以摆出来 这个造型的墙跟柜子 就恰如几分的整合了 所谓的开放跟封闭的这个概念 这一面沙发背墙 它真的可以说是机能加上美学的化身 CK你背后这一道在玄关跟客厅之间 一般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手法是做一个屏风 可是我发现你做了一个很有趣 很厚实的一道 虚虚实实的墙面 这边是将近一个就是七八十平大空间的一个大宅 如果进来看透其实少了一个这种 幽敏灰暗的这种感觉 我们还是希望它在空间上多一些层次感 所以我们就跟屋主讨论之下 决定在这边做了墙面的一种遮挡 但是我们又不希望它把客厅当中 唯一的采光的这个光源给遮断掉了 所以我们就帮它想出的用这种 类似虚实名暗交错的方式 去打造这边的一个玄关的一个隔绝墙 又兼具我们的展示跟收纳 我们一进来 希望它是一个又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 所以在玄关空间呢 我们刻意用了一个比较低调沉稳的设系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玄关的天花板 它其实也是一个灰烬的材质 所以上下这样子交叉护印 就会让空间有这种无限放大的这种视觉感 那从此之间我们又 希望在玄关空间挑战一个很新的材质 就是一个意大利的Nominate的磁砖 它表面上看来很像钢板 我们经有一些切割的手法呢 让这个大面积这个材料让它变得很有层次感 一路从这面墙延伸到前面的电视主墙 哇 这个线条可以说是运用到极致了耶 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电视主墙的设计吧 后面的这个沙发的主墙已经有一个很强烈的视觉感了 所以我们在想说OK 那我们到电视墙区 我们就想说用一个比较沉稳的色彩 来平衡这种空间的一个色调的融合感 那刚刚我们屋主也很喜欢这种 沉稳的这种大理石的设系 几经讨论之后 我们就用了这个所谓的泼墨三水 作为我们这个电视主墙的一个材质 利用这种几何切割方式 把这个所谓像水墨画的这种 黑底白线的这种线条感 让它变得更加的几何抽象化 你看这个对花不对花之间 也是有特别的设计对不对 没错 玩到这个所谓实在墙 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 建构那整个墙面的时候 我们到后来 我们是去实在场 一张一张照片拍下来 然后回去到电脑之后 放在我们的这个墙面上 一张一张的花去做比对跟拼接 去无存经之后 才造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整个视觉墙面的这个精致感 也因为有这些创作的过程跟细节 才能够成就我们现在看到 真的可以说是 金弓雕琢的电视主墙 那更不要说了 落地窗外还有中山北路的 零鹰大道 在这空间里面真的好舒服 完全大大的加分 真的 那接下来就请你带我们参观 餐厅咯 来吧 敏敬 请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餐厅 谢谢 这一次这个神秘空间 是不是就是前面这里 没错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 类似像玻璃盒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是刻意打造像一个玻璃温室的概念 然后把井融到我们的室内空间里头 因为原本建商的规划它是一个就是独立的阳台空间 可是因为它的格局比较受限于它是一个内凹的空间 那我们觉得就把它干脆打造成玻璃壳 那玻璃壳当中会有井中井 它就是我们出现我们这个所谓的室内造景的部分 刚好跟我们的餐厅跟吧台完全是相融的 然后加上男主人很喜欢照顾这些画意 所以他就会去就是内户画室 去那边挑选一些他自己喜欢的植栽 然后让整个这个玻璃壳变得就是绿意昂然 那现在我们在的是餐厅区块 其实这里的立面墙 也就像刚才的空间一样各有学问 先讲吧台的设计 夫妻俩好像很喜欢在吧台 做一些简单的清食啊 然后喝喝茶对不对 对他们相当开朗 那其实因为他们开朗个性也有导致 他们很多的周遭的好朋友 会常来他们家做客 那我们也习惯不管是我们的空间中的主人啊 或者是他们客人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可以享受这整个灯光的氛围 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餐酒吧区域呢 做了一个所谓的LD背光这种 均量型的这种背光的酒柜 当酒放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被这种很柔和的光线 去包围跟照射 然后同时间也产生一个 很特殊的视觉焦点感这样子 其实你这一次运用了很大量的食材 不管在地平上墙面上 吧台也是 是 吧台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材料 它看起来表面就很像 风果这种水墨化的感觉 这是什么材料 它一样是一个意大利进口的一个宝砖 然后应用在我们这个吧台上 它就变成一个很有味道的一个视觉墙面这样子 这是地平上的拼接 也特别有一些颜色上的不同 是 因我们在客厅当中不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金色吗 我们用了一个很多设计师不太敢使用的一个 所谓黄玉 这种像石材的这种砖 刚好我们的主色又是金色 所以我们觉得会不会它刚好跟我们的金色做一个很绝美的搭配过来 后来就是很大胆地用在我们的餐厅区域 刚好就是我们要的一个视觉感受这样 这一两年暗场当中其实开始玩了很多这种线性光源 我们甚至会比较大胆地开始让它走在地板上 我希望利用光源的这种特殊手朵打造不同的视觉感受 那再来它其实可以很隐晦性地去引导空间 天板板一般来做都会用一般的家用型的砍灯去做基础灯源嘛 我们希望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一样带入一个很新的材料 就是磁吸性的轨道灯 它完全就是一个很低落的线条造型 可以把我们的基础灯具完全的整合到里头来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一种磁吸性的轨道 所以其实基本上只要单手可以把它拿下来做更换就可以了 相当方便 除了食材之外 我发现这次也大量地使用了金属材质 像是我们现在背后的这一面墙 这个金色的部分呢 其实呼应我们刚刚的客厅的那个金色墙面 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类似的材质 当然它不完全一样 因为客厅当中它是亮面 这个是属于一个法丝面 我们在这个同样金色的材质当中 做了一些细腻的变化 可是这边同时还有一个小的神秘空间 明镜你猜一下 我看到有一个很漂亮的铁剑玻璃柜 它看起来很像屏风对吧 对 它不是一道 这是很多设计师在做住宅空间 碰到最棘手的部分 就是神秘厅 佛堂 对 就是佛堂 那因为五祖跟我们有同样理念是 他还是希望把整个空间打造得很时尚 很紧紧 很利落 所以我们就是打算用了一个 很隐蔽的这种玄关屏风的方式 去把它做一个巧妙的遮蔽跟美化 它等于就像一道端景一样 对 然后为这个空间其实增加不少的色彩跟趣味在里头 我觉得这个手法非常的巧妙 很聪明 是 来 请进 哇 在住家空间里面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私人KTV包厢耶 这就是我刚刚跟明婷提到的我们的神秘空间第二趴 KTV室 会特别要求在自己的住家里面要有一个KTV室 我想他对KTV的想象跟要求是很高的吧 我们两位空间主人对于歌艺呢 其实有相当浓烈的兴趣 那外面呢 用了这个所谓的大胆的金色器 到里面我们希望使用一个比较特殊的颜色 就是它的对比色 蓝色 来作为这个空间中的一个主色这样子 那整体这个会所KTV空间的气氛营造 我觉得很重要还有你帮它设置这个环状的灯带 这个灯带其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神秘功能 如果当你的音乐播放节奏很强烈的时候 它就跟着节奏一起变得很快 那当节奏如果放一个很慢歌 它就跟着这个慢歌变得很优雅这样子 所以这个灯光是会跟着情境一起变化 很有趣的 我听说屋主对这个神秘空间二非常满意 而且很长时间待在这边开心的唱歌 大家光这边唱歌就可以 就两个人这样子唱个欢唱一天都不用出门 很开心 我们当初在KTV室旁边打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卫浴空间 它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汤屋 我们其实也用了这个视觉手法去玩我们的汤屋 因为这个砖跟木头非常像 然后它感觉就像来到了日式汤屋一样 那种氛围感跟视觉感就非常强烈 欢迎来到我们的主卧室 有别于外面的繁复 我觉得在这里一切都化繁为简 回到了最纯粹的状态 因为我们就是思考在公共区域 其实玩了很多的设计面的东西 那因为这些部分其实秀感是主要的诉求 所以到了我们的私里面空间 就是休息的卧室的空间 我们就希望让它回归到很平静 很平静 而且很安逸的一个舒适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了很多的线条 都相当的简化 那可能用大面积同样的材质 去把它整面墙面的墙体做起来 那刚好它更衣室是完全分隔开来的 在这个墙体的后方 它整排是一个非常长 大概将近八米到九米长的一个更衣室空间 所以所有的衣服啦 收纳啦都在里面一应俱全 那到了卧室呢 它就是完全放松休息 不需要再装载任何的东西这样 哇 进到这个主日空间 完全是跟刚才我们看到卧房 不一样的感受 在华丽度上明亮度上 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是 我们这边打算完成 像巴黎范尔塞宫这种 非常极致奢华的一种视觉饗宴 然后在这边就选了一个 极致华丽的这种 所谓的黑金花石 那它有一个表面很丰富 像这种树枝状 然后不同丰富色系这种 石材的表面纹路 那看起来相当华丽 但我觉得这石材好特别 所以当初就想说 OK 我们就来用这颗石头 我觉得在主日空间里 你真的把奢华度 玩到了一个最极致 包含你镀态金属的一个比重 加上这块石材 在我看来 我觉得它很像是一支 很华丽的美洲豹 就是有这种奢华精品感 是 每次看张凯的作品 都觉得非常的惊艳 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拥有 你强烈的个人风格 我觉得当一位设计师 把他的空间当成是 艺术品在创作的时候 不管你从美学看 从细节角度看 都可以看得到 他非常用心为屋主 打造独一无二的风格 我们其实做了那么多的案子 我觉得玩设计呢 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得 就是好的案子 其实需要客户方跟师弟方 两者就像交朋友一样 你遇到一个好的朋友 你们在沟通上 或者是话语之间 很多东西都能心理相同 或者是想法理念相同 你才能激浪出一个 很好的火花 其实好的舞台是需要 就是屋主方跟我们师弟方 来自于一个良好的互动 然后同时间 你要有很多的方式去 琢磨出你们两个之间 一些共同的想法理念 或者是一些对视觉上的美感 从这当中找到一些共识 然后把这共识 用我们的四节语言 去把它发挥到 成最后一个实体 可以看得到一个美丽的空间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真的要 谢谢我们的屋主 给我们很多的就是 不管是包容也好 或者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跟支持 这件事我非常要 然后感谢我们屋主的部分 想看更多精彩的设计作品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